短视频平台Tito再次掀起全球裁员风波 而这一次大马也中招了 将裁退超过500名大马员工 Tito表示这次大裁员预计会影响全球数百人的放晚 但由于世界各地的聚业监管流程各不相同 因此该公司目前无法确认具体的影响人数 消息人士透露大马的裁员主要集中在内容审核部门 虽然Tito尚未公布确切的数字 但据了解已经有超过500名大马员工 收到了裁员通知邮件 对于这一次裁员的原因 Tito官方解释说 这项决定符合该平台为增强其内容审核能力 所做出的持续努力 该公司发言人表示 预计仅仅是在2024年就将在全球投资高达20亿美元 用于信任和安全领域 并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来应对需求 目前80%的违规内容 已经通过自动化技术进行删除 这可能意味着 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降低了人工审核的需求 换言之 就是以人工智能代替了部分员工的饭碗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并非Tito今年第一次进行大规模裁员 早在今年5月 美国CNN就曾经报导过 Tito计划裁减全球大部分运营和市场营销人员 预计波及该公司数千名员工 此外 今年6月 智杰跳动在收购印尼电子商务公司后 也裁推了该此公司的450名员工 因此 这一系列动作表明 Tito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业务调整 Tito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业务调整